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会议在2019年10月4日召开特别会议之后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引入《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简称《紧急法》 定格禁止蒙面规例 在10月5日生效 规定任何人不可以在获批准的集会、非法集结或未经批准的集会活动上蒙面 为例者最高可以判监一年罚款25,000港元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 因从事的专业、宗教理由 或者因先前已经存在的健康理由可以获得决免 规例亦赋予警员权力 在公众地方以因为市民的蒙面阻止识别身份为理由 要求他除去蒙面的工具以核实身份 任何人不遵从亦属于犯罪 最高可以判囚6个月 罚款1万港元 林郑强调虽然定立规例是引用《紧急法》 但不等于香港已经进入紧急的状态 只是现时的情况合乎危害、公共安全 他又指禁止蒙面规例属于附属法例 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提交给立法会審议 今天英语新闻导读简出的文章来自The Strix Times 原文连结可以在下面说明文里找到 我们看一下当初的英文句子关于紧急法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enacts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in the hope of putting down riots 香港政府颁布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制止暴乱 It bans face masks at public gatherings 条例禁止在公众聚会上蒙面 It stops protesters from hiding their identities from police officers 条例禁止示威者向警察隐瞞自己的身份 The anti-face covering law can help restore order 金蒙面法可以帮助恢复秩序 It targets occasions like certain rallies and marches 条例針对集会和游行等等的场合 The ordinance has been denounced by protest leaders as a form of martial law 反对派人士譴责这个条例 是戒严的一种形式 Hong Kong is not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香港并不是处于隐级状态 报道的详细内容可以参考下面原文的连结 下集我们再聊聊时事,学一下英文 下集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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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